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来三 众所周知,最近呢新疆南南这边的一举一动呢备受大家的关注 因为我们很清楚目前的西约新赛季即将要到来,那么对新疆这边来说 接下来怎么样去处理 和周琦境外方面的一个合同问题呢 确实引起大家的关注 因为周琦如果说在新疆对这边的一个合同不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的话 接下来对他而言也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也就是呢 继续在国联赛去发展,那么想要回到国内联赛呢 如果新疆队这边不放任的话,那么确确实实呢是一个比较头痛的一个问题 而就在最近我们看到在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新疆队在近期呢 也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正式向CBA摊牌 而这个决定也就表明他接下来呢和周琦这样的一个合同问题呢 有可能还很难得到解决 对于整个大魔王周琦接下来的发展而言呢 确确实实呢也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 所以接下来呢和大家具体分析一下新疆南篮这边呢到底又做了哪一些轰动的一个安排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新疆南篮,关注周琦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从目前来看对新疆南篮来说呢周琦的作用呢不言而喻 毕竟呢他作为一个内线的中锋的话,他的一个整体的身高 包括天赋,尤其是现在的得分能力呢都非常的一个作用 都非常的重要 如果周琦能够回归 新疆队的话那么对下个赛季的格局呢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只不过从目前双方那个矛盾的调和来看呢 目前来看的周琦回归新疆队的可能性呢确实 非常的少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从上个赛季开始呢 新疆队已经在内线方面呢引入了外援来提升他们的实力 比如说我们看到上个赛季呢引入了摩尔 但是考虑到本赛季到来之前呢他们 引入了这个外援的因为啊这个身体有伤病所以本赛季不确定是否能够按时出载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了能够弥补这个位置确保下个赛季 整个球队的内线方面的不吃亏啊 目前来看呢新疆队也没有说打算正式召回周琦 而是另外呢做了一个轰动的决定 也就是牵下了目前呢 赛内加尔中锋 塔克法尔这样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中锋球员 这个消息啊对于很多球迷而言呢应该是非常震动的一个消息 因为我们很清楚啊法尔他那个能力呢甚至被称为是 加大版那个周期 因为他的身高呢非常厉害 护框能力呢也相当出色 曾经呢在NBA的相关的一个球队比如说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啊 还有克里富兰骑士队等等的都曾经效力过 所以 根据这样的一个履历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呢法尔本身能力是相当出色的经验呢也相当丰富 他来到CBA之后啊如果正常发挥能够适应球队的一个战术安排的话 有可能会变成bug一般的存在 存在 到那个时候呢有可能就砍瓜切赛一个人的带着新疆队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一个好成绩 所以可以说这个消息啊说实在的不管是对于CBA 还是对各大球队而言呢 恐怕都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 而随着目前新疆队撤离摊牌NBA之后呢 表达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决心之后后续对周期而言呢 恐怕也会有些错手不及 在现在啊新疆队继续打算用外援的一个角色来替代周期的作用之后呢 接下来对新疆队而言完全就不用担心说啊周期这边回不回来这个问题 他们的继续把这个合同给亮着 既然来对周期接下来想要回归CBA的话 那么确实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 应该就会处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这下子呢估计姚明呢也没有办法了 所以后续啊我们也不妨呢静观其变 先看一下这些事情呢往后继续怎么样去发展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脑球拜拜